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小盖款的 Honda City 这一次呢它更改了几个东西 而且配备上面更有诚意 接下来的影片呢会跟大家一样一样的讲解 它升级改变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这一次是小盖款的关系 所以它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只是做了一点点的修饰 这个是 RX 版本 它这边前面呢也是采用这个钢筋黑的材质 然后这个水箱护罩变成那种蜂巢的设计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下保险杆也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然后这边是这个 Carbon Fiber 的材质 然后这个 Logo 是蓝色的 它是这个 EHEV 的版本 而且这一次呢 RX 除了 EHEV 版本之外呢 它还多了这个汽油版本 全车系呢跟以前一样是5个车型变成 SEV RX 跟 RX EHEV 除此之外呢 Honda Sensing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也就是讲你买到最 Low Spec 的 Honda City 都好 它都有 Honda Sensing 包含 ACC 但是呢这个 Stop Angle 功能呢 只有这个 RX 的版本才有 这个轮圈的版本呢 这一次呢它们也是有不一样的设计啦 同样的是双色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就看起来是比较 Premium 一点点 然后尺寸是 16 吋 在不同的版本呢 拥有不同的轮圈设计 尺寸分别是 15 吋跟 16 吋 15 吋是 S 版本跟 E 版本才拥有 然后 V 版本 Rx 版本跟 RX EHEV 版本呢 都是采用这个 16 吋的轮圈 但是设计会有不一样啦 当然这边也是有这个钢琴黑的设计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 Honda Landwatch 的镜头 车尾的设计同样跟小改款之前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它同样有这个 3D LED 的微灯珠 然后钢琴黑的小压尾 但是这一次比较 Surprise 的地方就是这一个 Carbon Fiber 的下扰流 这个真的让这辆车增添了很强的运动细细 还蛮好看的 然后后面也是有个多角度的这个倒车摄像头 然后当然它也是有电磁发开器 打开之后它的微箱容积超过 500 吋 而且支援 64 分力的已被倾倒 这辆车空间一直是它主打的地方 这一次小改款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原厂有表示 在小改款之后呢 这个车身的长度有稍微长了一点 现在这个 Honda City 的车身长度 已经接近了 4600mm 跟以前的 C Segment 相比 已经没有差多少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这一代的 City 真的变得很大 引擎的部分小改款的 Honda City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同样的还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搭配 CVT 变速箱 还有这个 1.5 公升的 EHEV 引擎 配备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 在自然进行版本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风质率表现 145 牛顿米 然后在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电机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109 PS 虽然讲你看它的引擎数据好像不高 但是它的风质扭率表现达到了 253 牛顿米 已经媲美这个 2.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这个版本呢 它不仅加速快 油耗也低 官方表示它的油耗是 3.6L per 100 km 真的是很省 而且开起来也非常的好玩 这一次 Honda City 小改款 同样的也支援这个 Honda Connect 的系统 而且呢这个 RX 版本呢就是标配 至于 SE 跟 V 版本 你可以选择 Optional 你可以去这个 Honda 的展示厅询问详细啦 这个 Honda Connect 的功能其实非常多啦 包括可以帮你启动引擎 检查车辆的信息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找到 强烈的建议 Honda 车主 如果你的车子支援这个功能的话 一定要使用 在内装的部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们只是通过了一些材质点缀 来增强这个质感 首先 RX 的版本 在这边是有一个红色的试板 来凸显它的这个层次感 然后车缝线同样也是红色的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冷气旋游的部分呢 这一次如果是我调整温度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光圈哦 它会跟着变颜色 如果我是要低点的温度 它是蓝色 如果我要高点的温度 它是红色 这个设计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 整体的设计风格跟值权差不多啦 有一点就是这个主机 虽然还是一样的设计 还是8寸的萤幕 但是它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lub A 无线的版本 还有一点就是萤幕的分辨率也提升了 所以这个视觉效果比起老款好很多 对比起我的HRB 好彩我是换了这个仓机 不然我应该会哭死 这个分辨率真的是好 大太阳底下看的话 我相信应该会非常的清晰 然后我的正前方 也是一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拥有一个7寸的彩色资讯屏 还有传统的资争 不过这一次呢 只有这个RX 的版本 拥有这个半数位化仪表 其他的版本 像是这个E啊 像是这个V啊 像是这个S版本啊 它们都是采用了传统资讯屏表 但是中央的萤幕呢 就变成了彩色资讯屏 比起之前的版本好很多啦 然后呢 就算我开了这么多次City呢 它的这个椅子啊 都还是我要称赞的地方 坐下去的包覆感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我的身高是181 我坐下去的话 基本上它可以Cover完我整个身体 包括我的肩膀 它都可以Cover到 这个椅子在目前的B-Segment 看车款里面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啦 我非常喜欢这个椅子 不过我还是必须讲多一次 这个触屏主机的萤幕分辨率真的太好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边下面也有两个USB插槽啦 还有一个放手机的位置 这个是蛮贴心的Design 这一点我也是很喜欢 置物隔方面 Honda 的置物隔是不需要去complain的 这边有置物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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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置物隔 然后RXE HEV的版本 还有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 所以它就释放了一些位置 你也可以在那边放手机 当然这个电子手刹车是RXE HEV版本专属 就算你买到汽油RS版本呢 它也是采用这个传统手刹车啦 Honda自己都表示呢 在这个Honda City上面呢 它们主打的就是空间表现 前面是我的驾驶坐姿 你可以看到身高180度坐在后座 这个空间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宽裕 只是大腿支撑可能有一点点短啦 不过这个基本上是B segment车款 都会遇到的问题 稍微坐直一点就没有问题 而且我的头 如果是讲我坐直的话 大概是有两个指头 我坐鞋一点的话 可以只有超过一个拳头的位置 所以还是可以坐得比较舒服的 然后这边当然有这个Honda City 很多人点赞了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有两个USB的插槽 可以为你的手机和移动设备充电 而且这一次从普通的USB 换成了Type-C 也就是讲它的充电速度会更快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 椅子发爆棉的这个柔软度 还是OK的 所以坐下去的话 我觉得长途驾驶没有问题啦 这边也有一个中央扶手 有两个杯架 坐后面应该还是可以蛮协议的 这一次Honda City小改款呢 价格有一点上涨 起步价从8万4千块起掉 但是全车系都有Honda Sensing 全车系都有SCC 而且顶级的版本还有Stop and Go的功能 这一次Honda真的是 把这个所有的配备都丢在这款车上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改款的诚意还是足够的 而且顶级版本呢 还有这个Wireless CarPlay 这一点也是符合时下先轻人的需求 所以你觉得这个City小改款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City Petro RX的版本呢 应该会非常的热小 因为外观设计是真的帅 你只要看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